各位好,我是PETC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選票證 Carla科 事實上每次我都是講都有主題啦 這邊我下次一次講別的 今天講太多會別講到我自己都很想笑 聽過其實我還是第一次聽過啊 第一次聽過我舉一下手 那我會有點動力 好惜… 把他一定是全新的撤霸來講 所以說民族的 Arg實學 其實是答案就是民族 Storm 我好像很困難,為什麼很困難呢? 其實事實上我們不缺資訊,但是我們缺決策的工具 那因為沒有人做,所以我就跳下來做 那我後面會講為什麼很困難 這網站的原理其實很簡單,就是它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透過問卷知道使用者自己的立場 這很單純嘛 然後第二個就是透過新聞的計算會知道政治的立場 這個稍微有點複雜,下面會講 最後就是把透過網站的加權把每一個使用者自己的立場 跟政治人物,就是泛指說我們投票可以決定的 不管是立委也好,地方首長也好,就是任何我們投票可以決定的人 我們要知道說,到底每一次選舉 這些人跟我的立場到底差多少 首先呢,我們要怎麼知道政治人物立場 就是隨便找一個新聞,就是這則新聞嘛 然後我們可以知道說,這裡面我們會看到政治人物也會看到議題 那當然,這樣一話不是個好例子,因為它不是透過我們民選的 那假設它是好了,那就是 它是一個政治人物A嘛,這裡面有關係到一個議題B 然後我們在這邊,我們就可以每一個人看了之後 我們可以知道它對這個議題本身 它是支持到不支持 它是-5到5,然後每個新聞都光有平均 我們可以知道說,在這個新聞裡面我們可以知道的 這個政治人物對這個議題的立場 再透過同一個議題,平均每一則新聞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概率的知道每個政治人物在一個議題的立場 舉例好了,假設我是廣大 我們有25歲,然後假設現在簡單化 只有兩個議題,就是反核跟支持多元成家 然後現在有兩個候選人 一個是科醫師,一個是顧力師 雖然顧力師已經出局了,但我覺得這把背面 應該不是很重要 對,然後他們分別是反核跟對多元成家中立 一個是對核能中立,一個是支持多元成家 一般人在這個時候其實就難住 就是我們在投票的時候,我到底要因為核能去支持顧律師 科醫師還是要因為多元成家去支持顧律師 對不對,其實很困難 而且事實上,真實的狀況下 我們還有更多的議題,還有更多的候選人 那所以說,假設你是一個很認真的選民 你可以去做前面那種分析 你可以知道說,那其實 雖然他們分別是反核跟支持多元成家 那我可以知道他們支持的程度 那我也知道我自己支持的程度 比方說反核比較重要 所以他對我來說算%% 然後計算之後,我可以知道他們的加權 加權之後,我們就知道 其實,好像太快了 加權之後,我可以知道科醫師 他是,加權指數是0.24 然後顧律師是0.25 之後0.25大概0.24,太簡單了 那真實世界當然不會那麼單純 但是複雜的事情交給電腦就對了 然後副產品可以知道 各選區的議題編號 還有民眾的議題的編號 還有政治人物符合的迷移排行 下面其實,我這個專案是用PHP的Rubo 但這個Rubo這個架構有點心 我自己都很不熟悉 因為是編價 好,那A 好,沒有時間了 之後A,因為已經有人幫我大部分都寫完了 所以今天結束的時候,我大概可以做一個簡單的demo 謝謝大家